郭慶祥有一位九十幾歲鄉民優勝 每天都會殺到在行動部分的好心去 可以說持久寫 他們的信仰也變成很多鄉民的記憶 郭慶祥鄉長 新信廷也說 只一小時候在持久就看到這堆白痴 尤其最近父親在多過 看到這間鄉也很感動 好有鄉民可以多多學習他們的精神 郭慶祥來有一位九十幾歲鄉民優勝 每天都會殺到自己行動部分的孩子 走路去英國慶祥小 到這已經十幾年 他們的信仰也變成很多鄉民的記憶 對四世無所謂付出也感動很多人 走到現在他本身九十五歲了 每天都肯定殺出去生雞 一般人可能才不會拿回來 不過姚母賢的伯母也表示說 洗到就是要苦、要吃 既然都習慣了 其實也不說特別的辛苦 就是一個愛小孩的心態利益 都帶他去哪裡?你們都怕打一條嗎? 啊... 就把牆子看起來 他都撒你牆子去 牆子那齁? 在頭上樓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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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鄉長新姓庭也說 自小孩他就在市場看到這堆別的兒子 尤其最近大過的父親節 他自己看到的真有感受 並好有鄉民說 可以多多學習他們的精神 一步一步走起來雖然很難 但是背後代表的是對小孩的愛 相信未來的他們一塊火 也能每天這麼快樂的生活下去 記得訂閱觀眾朋友 有時候發放什麼 請教導